订阅曲 李宗盛 stay.com 国外 订阅计询 李宗盛 读询 李宗盛 Pest of hypothesis 中文翻译作 这个hypothesis 叫做你说 那這個加上一個taste 就是你說的測驗 那麼你說測驗要談的是什麼呢 是在整個統計學裡面 他所用的基本的邏輯 是怎麼樣子來針對一個promet 來提出測驗 然後經過了怎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來把它拒絕或接受這個你說 所以所謂的你說是什麼 hyposis是什麼東西呢 什麼叫做hyposis呢 hyposis一定是針對我們的族群的promet來談的 我們前面講過 整個的統計學心向往之想要知道的都是什麼 都是那個族群的promet 對不對 所以呢 所謂一個你說一定是針對族群的promet 那怎麼樣來做呢 首先呢 這個根據以往的經驗或者是科學的判斷呢 譯測呢 提出來了一個你說 那這個你說一定是針對mu或是veris 那所以這個你說一定是什麼 不是胡思亂想的 是一個educated guess 那你提出來了一個你說 那你提出來了一個你說說 欸我這個族群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或 variances是多少呢 就提出一個這樣的一個概念出來 一個講法出來了 欸我認為我這個這個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的那個 李阿伯李阿伯的那個柳丁 他說欸我這個整三的柳丁圓的那個甜度是8.5 那所謂他講的 整三的柳丁的這個甜度的平均是8.5 就是一個你說 他提出來了 那怎麼辦呢 什麼叫test of hypothesis 你看 你假如是這個家樂福賣場的經理 你又怎麼辦 你要去採購他的這一山柳丁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從這一個這一山的柳丁裡面 我去取樣 取樣出來算一些什麼 statistics 出來對不對 譬如說是什麼 我就算出來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從譬如說 欸我就取了三百個柳丁出來每一個 看看他的甜度是怎麼樣 從這些柳丁的甜度的平均值裡面 statistics 就是手頭上有的東西 然後我就來判斷說 欸你提出來的這個你說 到底是我要不要接受 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講的方式是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 我會從每一個步驟的邏輯跟觀念 來一步一步的說明 然後其次呢 接下來我就把這整個的步驟把它重新整理出來 有七個步驟 那是怎麼樣子做 照順序把它做起來的 那之後呢 我再給大家兩個實際的例子來 按照這個整個的步驟怎麼樣做下來 我們今天大概是按照這樣的程序 所以第一步呢 它整個的邏輯一步一步的邏輯 我們慢慢地看 好 所以第一步呢 要做的是什麼 要提出來 第一步要提出來 hyposis 你要先提出來一個說 哎呀我的這個你說是什麼東西 那所謂hyposis要提出來 我們叫做nurhyposis 這邊一個理由叫做nurhyposis 提出來的一定是針對prometer 所以你在這裡呢 不要寫一個statistic出來 你要寫statistic出來 就整個觀念是錯的對不對 statistic像你手頭上有的這個樣本的平均值 需要測驗嗎 不需要測驗 你的樣本平均值出來甜度是5.8就是5.8 是6.5就6.5就是那個數字 那個樣本的平均值就是很確定就是那個數字的 但是要taste的是誰 是族群的prometer 所以你提出來的這個hyposis 這個nurhyposis這邊呢 只能用的是prometer 比如說mu是多少呢 或者是variance是多少呢 等等這種prometer的 然後這邊請你用等號 就是說我提出來說我認為這個族群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那我們後面這邊用了一個 一個一般式叫mu0這樣來表示 那這個mu0呢可以是你任何的這個educated guess 譬如說我提出來說 啊mu是不是等於8.5呢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數字好不好 mu0是一個數字 或是我認為說mu是不是等於250呢 類似這樣 所以後面這個mu0是代表著你的educated guess 認為那個族群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是這樣好嗎 那variance也可以這樣提出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用平均值來當作例子來討論 以後就知道了這整個的邏輯以後呢 我們還會用到這個不同的prometer裡面來做test 那我們先用mu來看 所以這邊請記得一定用prometer 這邊用等號等於某一個educated guess 好 那hyposis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一個叫做alternativ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它的寫法就是HA 這個A就是alternative hypothesis 這個也是提出了叫做mu是怎麼樣子呢 就是說我到最後做完了整個的測驗了以後呢 我假如不接受我這個neur hyposis的話 那我要接受什麼 它相對的你要接受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是跟neur hyposis是不一樣 正好相反的 所以atterative hyposis就有可能是什麼 我就說mu不等於mu0對不對 我就說我不接受這一個的時候 那我要接受什麼 絕不是空空的 我不接受這個 那我有可能接受這個 或者是呢 我有可能說我是mu大於mu0 或者是呢 我有可能說我要接受的是mu小於mu0 這樣子 那這三個呢 你只取一個就好 你不要三個通通都給他寫出來 那至於呢 要用哪一個alternative hypothesis呢 要看你想要測驗的目標 目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來寫這個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等一下我們的例子裡面 有一個就是要用這個大於或小於的 不是不等於的 好不好 就是到底要用哪 怎麼樣子的話 是照題目的意思 或你要測驗的目標來做的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就是這三個裡面會要選一個 那這個叫做有方向性的 directional的 你只要看到你的課本裡面 寫著這個是有方向性的 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這個是沒有方向性的 這樣子 好 那麼這是兩個的 以後呢 提出這兩個的以後呢 接下來第三個的的話 我們黑板很小 所以只好把前面的擦掉 第三個步驟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是 如果 H0是真的 如果H0是真的的話 如果你提出來的那個 mu等於8.5是真的 那個阿菲亞沒有說假話 他說的就是真的 畫的的話 他的mu就是8.5的的話呢 那我怎麼樣子 我肝冒一點危險 一點很小的機率呢 我也要把它拒絕掉 選一個機率來把它拒絕掉 這樣子的一個 probability 然後把ability 把ability 一個小的機率把它拒絕掉 那這個機率呢 我們稱作是阿華 或者是 有一個小小的機率 我要去把這一個 no hypothesis 即使它是真的 我也把它拒絕掉 那麼這一個叫做是 這個機率叫做阿華 那這個阿華有的時候 又叫做significance level 那這個阿華通常選的呢 是一般選的是5%或者是1% 一般啦 大家就是約定成熟 5%或1% 也就是說 5%就是0.05或0.01的阿華的值 這個機率 那我還沒有想說 為什麼這樣子做 對不對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一個邏輯思考呢 我就來告訴你 好 還是用我們原來那個 那個阿伯亞賣柳丁的事情來當作例子 好 那個 那個阿伯亞提出來說 它的柳丁鹹度平均是8.5 OK 那你有一個HA 你就說 不是8.5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 不管了 以後 然後你就去 從它的柳丁圓 不是採了幾百個柳丁嗎 好 採了這麼多柳丁 每一個呢 都把它切開來 看了它的甜度 算了一個平均值 然後呢 你得到的甜度平均值是多少 假設 2.5 2.5 2.5 是很酸的 對不對 他說 8.5 你得到的平均值是2.5 你說怎麼樣 你想想看 一個族群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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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平均值是8.5的的話 它取出來的 這個樣本的甜度是2.5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正好取出來一個樣本是2.5 但是它原來的族群的甜度 平均真的是8.5 你有沒有可能取出來是2.5 甜度是2.5的樣本 還是有可能啊 但是這個取出甜度這個平均是2.5這樣的一個樣本的話 應該是怎麼樣 機率很小的 應該是機率很小的 對不對 所以就怎麼樣子 好 我們就要定一個很小的一個機率 所以這一個呢一定是很小的 很小的一個機率 只有什麼5%或1%的這樣的機率 那假如我們的這個取出來的樣本這個平均值呢 掉在這樣子的族群裡面的機率是很小的範圍 譬如說在這邊的兩邊的只發生5%的機率掉到這裡 掉到這裡啦 發生的機率很小的時候 我就怎麼樣子 即使你阿伯啊有可能是說真話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發生的機率這麼小 所以我還是寧願冒一點錯誤的危險說 阿伯啊雖然你冒是忠厚也可能講真話 但是呢我突然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我還是不要跟你買油丁好了 你是不是會這樣做 這就是我們set這一個probability這個阿伯 那這個阿伯呢說它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因為發生這個發生到這裡的機率很小 小到多少呢0.05以下或0.01以下的這樣的機率 那我們就拒絕了即使是它是真的 我也把它拒絕掉 那我假如把它 它假如真的是真的的話 那我把它拒絕掉 我是不是犯了錯誤 那這種呢阿化呢 我們的機率呢我們就叫做tug1 error的機率 就是犯了錯誤它假如真的是8.5平均18.5 那麼我在這邊把它拒絕掉的話 我就犯了錯誤 那我犯了錯誤的機率是多少 頂多是5%或1% 那所以這種錯誤我們叫做tug1 error 那tug1 error的機率頂多就是0.05或0.01 就是按照我們自己設定的這個阿化是有多少 就是多少 這樣知道嗎 這個邏輯知道了沒有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又不是上帝 你有然後呢 人心不可測 他提出來的一定是真的嗎 那所以呢 他即使是真的 那因為發生的機率很小 所以呢 我也把你拒絕掉 這樣懂嗎 所以這個叫阿化 然後呢 接下來我有了阿化以後呢 我就怎麼樣子 我這邊譬如說這邊是阿化是0.05 有的時候呢 然後我接下來我就是做什麼 我就按照我這個阿化 按照我的阿化值 還有呢 我的HA 我這兩個 我上面有講的HA 到底是不等於的 還是說是大於或小於的 alternity hypothesis 對不對 我就按照這個阿化跟HA 這兩個呢 然後我來設定呢 我要接受我這個H0的範圍 或是拒絕我H0的範圍 這樣知道嗎 我剛剛不是講的阿化 譬如說我們阿化假如是0.05的話 那阿化是0.05 那HA呢是怎麼樣 沒有方向性的 沒有方向性的 沒有方向性的意思就表示說什麼 我沒有比這個命令大的的話 我也拒絕它 沒有比這個命令小的話 我也拒絕這個H0 那所以呢 沒有方向性的的話 我就把我的這兩邊呢 都拒絕 這樣懂不懂 假如我的X bar掉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都拒絕H0 那假如我的X bar掉到這裡來的時候 那我都接受 這個範圍叫做critical region 那麼這裡面呢 叫做我要接受的範圍 接受什麼的範圍 接受H0的範圍 接受說我的μ就是等於這個μ0 我的μ就是不是等於我的μ0 假如我等一下取了樣本的這個X bar 掉到這個範圍裡面來的時候 我就接受它 掉到這個範圍裡面來 我就拒絕它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就接受了什麼 我就接受了H0說μ等於μ0 那要是我掉到這個critical region呢 我就拒絕了這個 所以我就接受了μ不等於μ0 這樣 所謂critical region 是這樣的意思 好不好 那我們在這邊的時候呢 怎麼知道它掉到哪個範圍呢 我們要怎麼樣子 其實是要把它變成是什麼 我的X bar要變成Z 對不對 也就是說 當我這個X bar 看看它是不是從μ等於μ0 這個族群來的時候 我就看說 假如我這個母族群的μ 是等於8.5的時候呢 那麼 我把它轉換成為Z 這個μ0跟8.5的時候 變成Z的時候 我的這個X bar 我拿出來的那個樣本的值呢 譬如說是在這裡的話 那我看看它到底在族群 這個Z裡面的幾率是在哪裡 我們之前有準備過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有沒有 我在X bar 在這個X bar的族群裡 μ等μ0的族群裡面 發生的幾率是怎麼樣子 會算吧 我就把X bar轉換成為Z的話 Z transformation要怎麼辦 X bar 假如它的族群就是我們這個 從μ0這個來的的話 那麼它換算成為Z的時候 應該是什麼值呢 就在這裡 然後呢 就來查計表 這樣懂嗎 就來查計表 所以查計表的時候 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什麼 我的critical region 假如在X bar是這邊的時候 那兩邊這裡是 這裡是兩邊加起來是0.05的幾率的時候 這個值是多少 這個值是多少 1點96 跟-1點96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critical region在哪裡 就是 z大於1.96 小於負1.96 這個就是我們的 z的critical region 中間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的z的什麼 接受的範圍 這樣懂嗎 好 所以 我們再回來講一下 所謂的按 α跟HA的話 來設定 你手間你可以就怎麼樣 我先設定 z的critical region 我就設定 z的critical region 也就是說呢 我α是0.05 HA是沒有方向性的話 就把0.05 放在兩個尾巴 也就是說呢 我等一下的那個樣本的x bar 換成z的話 假如掉到這個範圍的時候 critical region裡面 我就會拒絕H0 接受HA HA是講什麼 μ不等於這個μ0 那假如我的z呢 我的x bar 轉換成z z掉到這個範圍的時候 我就會接受他說 我這個 族群的μ是等μ0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按這個 來定什麼 定critical region 以及什麼 接受的範圍 可以嗎 那按照這兩個來定 剛剛有提過 那假如有方向性的呢 有方向性的話 定critical region 跟region of acceptance 的時候要怎麼定呢 你想想看 人位的critical region 是要拒絕H0的時候 接受HA的時候 叫做critical region 好 那麼 我們從 這邊來看的時候 假設 我們這樣好了 z的平均值一定是0 對不對 那麼 假設 我們R1還是0.05 那我們的HA是這樣 有方向性的 好 那麼請問 critical region 要放在哪裡 哪個尾巴 你有兩個可能性 好了 我們把它畫出來 這個要對稱 這個要對稱 我們有一個可能 把這個5%的機率 全部放在這邊 然後這裡叫做critical region 或者是呢 把5%的 全部放在這裡 這裡叫做critical region 請問 請問 假若我的alpha是這樣 我的HA是這樣 我的hA是這樣 我的critical region 是這樣 還是這樣子 只有這兩個可能性嗎 對不對 也就是說 當我的x bar掉到哪一邊去的時候 也就是說 Z變得很大的的時候 還是Z變得很小的時候 我要去接受我的HA的意思 好 決定了沒有 來我們來看看 來 要這個的人舉手 掉到這邊的人舉手 自己跟自己負責就好 沒有人敢舉手 大大方方的把你的手舉起來 要這裡的 好 有一些人 這裡的 有一些人 好 來 放下來 好像 這裡的 稍微多一點 你想想看 是怎麼樣子 你掉 怎麼叫做 critical region 也就是說 我的x bar 掉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我的Z就會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那跑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 我要拒絕H0 接受 接受 HA 那我的HA是什麼 μ要大於μ0的 那假如是這邊的話 就是什麼 我的x bar很小 然後我掉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要去接受說 μ大於μ0嗎 哪一個才合理 也就是我們把它白化一點點 那個阿伯啊 我說 他的μ是8.5對不對 你取了一個樣本 的那個平均值 然後樣本的平均值 假如掉到 掉到這一邊來的時候 樣本的平均值 Z是從x bar的平均值轉換來的 對不對 那假如x bar是這樣子 這個是8.5 你想想看 你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才會說 阿伯啊你太客氣了 你說你的甜度只有8.5 不是啦 我測出來你的甜度應該是大於8.5 那個HA μ大於μ0是這樣的意思吧 你的甜度是大於8.5才會 你想你的樣本要掉到哪一邊的時候 你才會去下這樣子的結論 你的甜度是大於8.5的 當然是很大的題啊 你一測出來 你的甜度是9.2 掉到這個 9.2 你8.5大很多的時候 你才會掉到這邊來嗎 然後你才會去拒絕H0 說是μ大於0 那假如這邊是怎麼樣子呢 掉到這裡的話是 x bar在這邊喔 假如我的x bar出來是很小的的時候 譬如說我的x bar像剛剛做出來 只有什麼2.5 甜度是2.5 很小 所以呢 很小的這個值的時候 那我怎麼樣子 我拒絕H0的時候 會不會去接受 接受HA是說 啊 對啊 你這個 我測出來的甜度只有2.5 但是呢 我認為你的甜度應該是大於8.5 會不會像這樣的結論 不會嘛 x bar跑到這邊來的時候 z一定是在這邊嘛 所以這樣子會不會下這樣的結論 接受這樣的東西 μ大於 μ0 不會啊 懂不懂 這符合邏輯嘛 你拿出來的那個甜度那麼小 你怎麼會去接受說 這個甜度是比你聲稱的甜度還要來的大呢 這個是大 這是大於 不會嗎 懂不懂 所以呢 怎麼樣 所以 剛剛 剛剛提的 我們按照 啊話跟HA 來定critical region 跟regional sentence 這個 HA假如是兩個尾巴的話 你就把啊話 平均分在兩個尾巴 好不好 0.05的話 一個尾巴就0.025 另外一個尾巴的機率是0.025 然後來設定這個critical region 那麼 假若呢 HA是有方向性的的時候 有方向性就是說 我 我 拒絕了H0 我要接受了這個HA的時候 那個HA角是大於的時候 我就把這整個的啊話放到大於的這邊來 整個的啊話 假如我的HA 是 mu要大於這個的 mu0的的時候 那我就把我的 critical region 5% 全部放到這裡來 假如我的HA這邊是小於的的時候呢 然後 我就把我的這個 critical region 5% 全部放到這裡來的 critical region 把5%的啊話 全部放到這裡來的 critical region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所謂定critical region是這樣 我 我接受的 z的範圍 跟我 拒絕這個 h0的 z的範圍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繼續想一下 我們 接下去 好